哈喽 各种学校 我们上节课最后的讲到的地方是这张图 这张图对于我们去了解一个电话学反应的话 是蛮重要的一张过程的一个图 蛮重要的 然后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也是很重要 大家也需要同学去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 好 我们开会再看一下 这张图里面基本上它要讲的是说 这是我们一个电极Walking Electro 我们说电话学反应发生在Walking Electro 所以这个地方它虽然只有标Electro 基本上就是Walking Electro 放在荣业里面 所以这个放的方式呢 Beat在这边 这个荣业 所以当我们做这边不会这样放 但是在很多图里面看到的都是这样放 原因就是说我们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来表示 所以它画锤 所以它画锤 也比较少看到它画锤 所以Walking Electro 以在Walking Electro上面呢 施加电位 所以我们在Walking Electro上面施加电位 然后来看有没有电话学反应发生 所以电话学反应发生在Walking Electro的表面 当它施加了电位之后呢 在荣业里面 在这张图里面 它是把所有的可能的过程都考虑进去了 但对各位初学的同学来讲 不要那么负担 就是中间这两个 Chemical reaction Physical state change 你就把它当作不存在 标管它 就是我们不考虑这些 我们纯粹只考虑一个Mass transfer 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反应物 假如说是氧化态的一个反应物 它经过Mass transfer 物质能传递到电极的表面 所以这个叫OX-Frame 你把它改成OX 看见OX呢 从这个Block Solution 整体容业 离电极很远的 整个容业我们叫做Block Solution 那它这个区域的话 标是成Surfaceware 非常接近 电极Walking Lecture表面的 这一层呢 它画是画那么大 但是非常薄的一层 所以通常是在micrometer 或更小 非常薄的 紧淋在紧贴在 或者紧淋在Walking Lecture表面的 这个区域 非常薄的一层物列 那你的反应物呢 经由Mass transfer这个过程 送到电极表面 然后在电极表面 施加了一个电位 想要这个电位适当的话 适当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适当的一个 还原电位 那么氧化态的反应物 Mass transfer到电极表面之后 送到电极表面之后呢 它就可以进行还原反应 从电极表面得到电子 得到电子 然后还原成还原态 那还原态深层之后呢 就这边浓度比较高了 深层之后呢 在荣油里面没有还原态 它就离开了 从高的地方呢 到浓度低的地方 就离开了 就是Mass transfer 这个方向 就想要从OX 还原 和电子 变成还原态 然后呢 离开 走这条路 反过来 如果说是原来是还原态 那么它到电极表面 送到电极表面之后呢 电极表面 施加了一个正的电位 一个氧化电位的话 那么它 就会被氧化 就是它会放出电子 跟电子给电子 所以这个方向 这样过来 它就给电子 电子 本身氧化 氧化态的生成物呢 这个电极表面生成能力 比较高 会往Valx Solution 离开电极表面 这样的扩散秩序 所以走这条路 所以这个图呢 是非常好的一张图 所以我们考虑的过程 基本上是两个 一个东西 就是又在电极表面 而进行电话 反应的话呢 那么一定要有两个过程 要发生 一个是 当然是要进行 得电失电 所谓的Electron Transfer 这是一个基本的过程 那么 反应物在电极表面 得电失电 或是进行电话 反应之后 原来的反应物 想是还原的话 原来反应物没有了 那么这个反应 并不会停止 原因就是说 那么在溶液里面呢 还有高浓度的反应物 在比较远的地方 那么它会 经过Match Transfer 送到电力表面 送到电力表面 那Match Transfer的这个 所有可能的机制 Match Transfer 或者叫Match Transfer 所有可能的机制呢 有三种 就是有三种 这个方式 都会造成 在溶液里面的一个反应物 它可能会移动 不管哪一个机制造成反应物呢 在溶液里面 从一个位置 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 我们都叫Match Transfer 哪三种机制会造成Match Transfer的效果呢 Ease Migration Migration上这个 很快的讲过了 Migration Migration的话就是 我们做电话实验 一定要施加电位嘛 就是Motometry的话 是在Walking Electric表面 施加电位 施加电位的话呢 相当于就有一个电场 而电以上 施加的是负电位 那它就有一个负的电场 那这个负电场 对于正离子 阳离子 它就会有吸引 所以电位加上去 阳离子就吸引过来 因为离子被排斥 它就会动 因为你施加电位呢 现在讲 有没有电话也摆 你发生 电位加上去 就有一个电场真正 这个电场就对离子 就有吸引跟排斥的效果 造成它移动 我们这个移动呢 就叫Motometry 加一个机制就Motometry 那我们先不希望它这个 这个过程发生了 这个反优 飞心本身这个离子 它因为施加电场 它就动不动 我们不希望这个过程 那么还好 就是我们的容量里面呢 会有这个比较高度的 ElectroLite 就是电解质 那中央电解质 可以也大部分 一般跨度0.1多 那飞心 今天讲到的意思就是说 路是一个中心的分子的 好 所以没有这个气质 就会有这个电场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打扮 但是我们的容量呢 1.1.1多 或者是0.1多 如果你的ElectroLite 0.1多 然后是100.1多 100.1多 那它的容量呢 通常都是你的分析 50.1千倍 或者是至少100 而当你的ElectroLite 其实没有电火性 就不会在你的电解表面 进行电话里面的这个电解质 你的离子 它的能度 就是你的分析物离子的能度 0%以上的方法 就会加在那个 对你的分析物的离子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忽略这个 这个现象 Migration的形象 请调Migration要知道 可以要记得 那第二个呢 所以这个Migration 但是我们 它是被应用的 这个民伴做实验的时候 的条件呢 它基本上是可以 避免 分析物离子 发生那个Migration 或者这个效果 基本上可以忽略掉 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Convection 那个Convection 或者是Hydro Daniel 这样的课程上的座子 这两个名称呢 它 常常会 效用 意识上是一样的 首先认识一下 先认识一下 这几个英文词 那这个跨冬的话呢 它一定会学那个 不明特色 叫做Hydro Daniel 有比例学 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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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明词 就是明词 而如果说把最后的DX 需要的话 Hydro Daniel 像我们 我们可以讲 Hydro Daniel 那指的就是 水在游动 也容易在动 水在动 或者是夜里在动 所以动 不是一个静子 Compaction的话 你去查这里 意思是对于的话 你要区别 这个呢就是不管你看到 只查这个dynamic 或是confection 指的就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电极 三个电极 电极系统 我们的柔叶 就很简单 然后这个电极 跟柔叶 的状态 如果说你不好 finding a hydrodynamic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是这个状态 中午有的时候 小伙伴有点恰当 那它的一个像 是比较有的 我们有的动 stational 或是confection 没有叫搅动的 禁止有力 那Hydrodynamic的相反 那Hydrodynamic的相反 我们又不是禁止 都叫做Hydrod 在动 怎么样这个让这个柔叶呢 相对便宜 有三种可能的方式 就是我们在做电话 实验的时候呢 有三种可能的方式 一种 转动 这个我们就最熟悉的 搅拌子放下去 动 吃搅拌子放下去 用这个角度 我们又会做 那另外呢 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实验 电力本身在转 Lotate 一根系列的第二次 就用到一个 电力本身的转 取代了一个搅拌子 那第三个系列 第三个方式呢 是流过去 电子不动 开始流过去 流过去 那什么地方会用到呢 HPLC HPLC的话 主板就分出来 它流过你的detector 你的detector是电子的话 它就流过你的电子表面 所以这个系列是流过的 所以呢 不管这三种哪一种 都归类于 不是禁止的 流过 所以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些状况 就是你要知道 融业有两种整个状况 一个是很禁止融业 不动的 你看到什么 第一个呢 融业是动的 但你有看到的结果 会不一样 那怎么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不一样 这是你要去了解的 但至少你要知道 两种不同的状况 Mission 所以你看到这个字 或者看到这个conflexion 你就要知道 我们先讲融业是在动的 不是禁止的 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下面很快地一起看一下 呃 搅动 这个具体可以吗 这样一个 三个电极在里边 三个电极在里边 三个电极呢 三个电极不动 就是靠搅拌子 来搅动的力量 所以这个就是stiric solution 一个最简单的 简单的方式 第二个呢 是电极本身转动 那这个电极呢 是第四个电极 就是电 我们上去有台湾 然后就有学习过 做过实验的 第二个实验 跟第六个实验 我们自己都其实用过 所以 还没有做过实验 然后上街的工具 就没有过 也应该有个电极 disk 比较重 那个电极是在进去 disk 然后呢 呃 我不知道心脉为什么要这样放 我们现在电极的做起来 我们会 还会 还会 出出去 都是很漂亮的 用人去转吧 所以 上面这个马拿呢 让电极本身转 电极本身转的话 电极本身转的话 不想的可能就是 没想到 手握讯会被 抽上 他这样一转 手握讯从下面 把它带上来 就是 有点 一个玄露的小 手握讯会带上来 甩出去 带上来甩出去 所以他这个手握讯会 手握讯会 流动的一个模式 手握讯会被抽上来甩出去 所以这样的手握讯会 电极也在动 手握讯会 手握讯会 相对电极也在动 手握讯会 这是第二种造成的 不是静止流跃的 就是转动电极 那这样一个电极系统 是电极系统 但是他在转 是叫做 rotation电极系统 那这个是蛮常用的 一个技术 一个方法 力量能转 rotation电极系统 第三种呢 这个 我们一看谁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 流过去 流过你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系统画的是 原那个三条线 接在 PotentialStand 定定位以上 然后 三条线接出来 一条线呢 是接在 HUNDAY的 那这个整块 看得来从 一般现在是 秀道 不秀道 不秀道 秀道 秀道 stainless steel 然后 Walking Electric 在哪里 在这里 Walking Electric 到 Pinterest Darrow 带了一个 shoulder 大的 看个面称,过去看面称,过去看面称, glass cover 出电话。 那 reference vector in light, 看在这个位置,三个点子。 LCR也有一个分离管柱, 分离管柱出来,就是你三个打进去,结果五个分离, 之后呢,你的分析,一个一个分离开, 一个一个出来,出来之后呢, 从一个Floom Common 出口,出来之后呢, 它这个流进,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可以叫三个电器。 那这个三个电器呢,我们叫Floesale, 是一个流动的,流动的, 环境的流动器, 再,流过去。 流过去的话呢,会进到,不停的按钮就进。 它们一旦上面,施加一个, 适当的电位啦, 可以反应物,接过它, 就可以发动电话, 可以车到一个电的情况。 然后,最后呢,手都全部流出来, 每一把,然后微信去, 你参照给你,放到那个, 出口里。 好,这就是一个LC的, 电话选择器。 那这边有一个症状,电。 电电的话就是, 这边是,有抖面,有抖面。 我带来一个,组织一下。 那我最容易要绳子把它, 接在一起, 那我爬船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开通, 然后再绳子, 把它, 跟一个绳子, 往前。 那这个一块, 一小方块。 金属呢就是, 下面的, 不锈钢。 对,不锈钢。 上面那个, Hair, Pine, 中间呢, 有个黑的, 黑的, 不锈钢, 来转。 拉下。 就这两块, 这两个小方块, 把它, 结合在一起。 口面就是这样。 那手过去, 它轮过去, 中间呢, 有一个垫片。 这个垫片呢, 在这个地方, 你待会看到吧。 你待会看到吧。 就中间这块绿绿的,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垫片, 非常棒。 那这个绿的垫片, 中间挖了一块洞。 这个洞呢, 就在, 暮露出来。 看你的这个, walking lecture, 那个瀑布在那个洞中间。 所以手过去, 你握过去的时候呢, 可以接触到, 你的这个walking lecture, 所以它会让你穿越的时候, 看起来。 那至于说, 它的旁边呢, 有四个洞。 那四个洞, 是你酸螺丝, 把它拴起来。 把它拴起来。 穿螺丝。 那, Counted Electoral的话呢, 还有进数。 solution的进数数, 是在, 在这个地方, 它是Counted Electoral上面。 那你可以传, 传续一下, 看一下。 比较有概念。 那这小道具就是它是flow 很特别的 很适合在单位聊戏的一个点 手揉讯是流动的 流过你的walking在里面 所以讲到半天就是说 手揉讯不是进程 是动 不管你是转动 或者是这个搅拌子 当然手揉讯动 或者是手揉讯流过去 脏针效果就是 手揉讯相对电极都在动 那这个有什么重要 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那我们就要讲到这张图 那这张图要讲的就是 这是一个互动电枝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X 这个平面接触到的也是这个面 电子平面 对电子 那以上我们刚讲不关于是 搅拌子或是转动 或者是这个流过去 那基本上 那基本上 相对 从这个工作电枝的表面 开始 往 离队的电枝表面 远的区域去看的话 这张图是用搅拌子 搅拌子搅拌出来 那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情况呢 好 在整个人物业 整个Bounce Ocean 它是一个Turbulent 就是没有规则 它流动的是乱 Turbulent 接下来呢 比较接近 这个平面电枝的 这个区域呢 你会看到它的流动的Pattern 流动的模式 是一层一层 平行 是平行你的这个平面电枝 然后一层一层 什么叫Limbing Flow 一层一层 没有规则性 这个不像那个Turbulent Flow 是完全没有规则 不乱流 那这个 接近到电机板边呢 你可以有Limbing Flow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流 怎么动啊 紧贴在电机板边呢 非常薄的一层 小于Micromuted 非常薄的这层流面呢 它仍然是静止 然后我们热脸看不到 也看不到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动 我们热脸看到的 应该是这个乱流 脚腕子转动的话 你看到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Bounce 就是乱流 这个Limbing Flow 也许看不到 一个距离 这个后面不是很厚 因为这个很厚 很厚 非常薄 紧贴在电机表面 它是Statman Solution 是不动的 停止的 不动 没有这个 那这个是静止的 这一层 虽然很薄 但是它是静止的 这个很重要 对我们来讲 那个Micro-meter 是很高的 对于分子来讲 这个Micro-meter 分子本身大小在 Nanometer 所以这个 一个Micro-meter 对分子和离子来讲 还是很远 像我们人来讲 每个人呢 你是反映的 这个飞虚物的话 这个距离呢 相当于是 100米 你从100米的这一头 你把电子呢 是在100米外 你把他进来 你才要到电子 所以这个 静止容易非常薄 但是对飞虚物来讲 它是有一段距离 OK 那 这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 这一段是静止 所以我在整个洞的容量里面 你的飞虚物 不管是分子 或是离子 它是整个均匀的 像你们脚步 整个容量均匀的 但是它你怎么去动 怎么去转 你只能把飞虚物来送到 静止层的外园 整个洞的效果 你飞虚物呢 整个洞 它只能到这个 静止层的外园 那你要到电子表面 进行电话来反应的话 你还是有静止层 所以你要过去 到电子表面 进行电话来反应 在静止层里面呢 这个容易静止层 你怎么过去啊 因为 Migration没有 对不对 Convection的效果 它只能送到这个 这层的外园 不动 这个整个洞的层面 没错 但是它是送不到电子表面 那你说 这个 这个静止层外园呢 要把电子表面 进行电话来反应 这个竞争里面 你仍然是有靠衣服多长的 叫Infusion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是计划 就是想象的 因为我们看不到你 所以你做实验好了 让你真的热眼可以看到 就像这个区域 就是所谓的Turbine Flow 完全没有位置 这个区域 就是所谓的Leminal Flow 所以这个只是让你看一下 我们讲的Leminal Flow 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畏感 像这种Turbine Flow 就让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Leminal Flow 特别Leminal Flow 好,所以回到这边来 所以说 我们现在要讲的 Migration 通常因为加了Elector 所以这个过程 你可以破裂掉 Convection没有错 整个流略在动 濃度是均匀 但是它 这个Convection的效果 你没有办法分析 直接就送到地理表面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没有办法分析 直接从这个流略里面 送到地理表面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这边 隔了一层静子层 隔了一层静子层 那在这个静子层的 这一层流略里面 你的分析物 它还到地理表面 它只有一个过程 一个机制 叫做Diffusion 浓度高到浓度低 所以当你的反应物 到地理表面 被反应掉 反应物的 在电力表面 它是下降的 下降之后呢 在这个 Long Solution 这个外缘这个地方 浓度高 这边浓度低 就有一个浓度差存在的话 就会发生Diffusion 这个化学是一个困难的 Diffusion 那这个Diffusion 就是因为浓度差造成 所以你会发生一个 扩散 从这个位置呢 它可以扩散到电力表面去 就是送到电力表面 进入这个Diffusion 那么一般 上面可以有这个 承办我们要问 这两个过程 哪一个快 哪个慢 一般来讲 我们就说 Electron Trencher 很快 这个非常快 所以可以说 一个电话 反应在进行的时候 会限制到你的这个 反应的快慢 是看你的反应物 飞吸物 它送到电力表面 这个过程都快 就是Diffusion Diffusion 都快 那通常我们是说飞吸物 进入Diffusion 出的电力表面的话 倒电表面 瞬间反应 瞬间反应 所以变得比较慢的 一般来讲 是Nation 尤其是Nation 尤其是Nation 这里面的 Diffusion Rate 你觉得吗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看了 下面的 这个最后 变成一个 我们希望 你的分析 到电力表面 进入电话 反应 是单一的一个过程 Match Central 到电力表面 是单纯的 一个过程 就是Diffusion 事实上也是如此 没问题吧 从这个 晋绳 这边有个晋绳 从这个 晋绳的 洞的这个区域 这个阶线 也要到电力表面 这个一个过程 Diffusion Diffusion 的快慢 Diffusion Rate 快慢 它跟你的浓度差 这个关系 就跟你的 融业的整个飞吸物 能够的关系 Diffusion Rate 在证明浓度 那这个Diffusion Rate 那这个Diffusion Rate 也就是所谓的 Mass Transfer 就是把Diffusion 送到电力表面 关快 因为这个Mass Transfer 虽然有三个机制 只能在最后 的分析和送到电力表面 我们就靠Diffusion 一个过程 所以是你的Mass Transfer Rate 快慢 是Diffusion Rate Diffusion Rate 快慢 就跟你的整个 Box Solution 你的分析的浓度 成证 那这样过去呢 那这样过去呢 你的量到的 这个 这个 电外反应的电流 产生的电流 产生的电流信号 那么 是由Mass Transfer Rate 来决定 所以变成这样一个关系 你的电流 跟Mass Transfer Rate 有关系 正理关系 Mass Transfer Rate 主要是讲的 Diffusion Rate Diffusion Rate Diffusion Rate 跟浓度成正理 的关系 所以变成是你的 电外反应 产生的电流信号 可以当做一个定量分析的工具 是一个方法 正好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 这个很重要 对于电话学来讲 我们Harm School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他同学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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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定要想通话 让他要了解 好不好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往下看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 这张图呢 这张图 跟我们 嗯 嗯 这是旧版的 必须要承认 这是旧版的 那旧版的 那旧版的跟新版 这张图完全一样 就是 这张图的新版 他图本身啊 整个的这个 标识完全完全一样 要讲的事情 他也不一样 那不同的是 新版的 他做了 这个 比较好的一个 图的说明 这个 这个作者如果有用心的话 他能够 把一个 好的图的说明 放在这个图的下面 那对读者来讲 是非常方便 所以旧版 旧版的话 图的说明非常简单 就这么一句话 你看不出什么东西 这个重点是什么 不知道 但新版呢 这个图的说明就很好了 他把这个 这张图要表示的一个重点 这张图要讲的事情 那重要的东西呢 全部在这张图的说明里面 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这个作者 有用心 那我们的新版跟旧版 都是三个作者 但是其中有一个作者不一样 那旧版的学长 用的是旧版 我们在讲的时候 一直在讲 电话学部分 你说这个作者 外号 你电话学不熟 所以很多的错误在里面 结果新版就 换了一个 Rouch 他应该是电话学 相当的熟悉的 所以他那个 很多错误呢 他就修正过 那像这个 是非常好的 这张图要讲的重点 完全就放在这个 读的说明上 所以读者呢 只要把这个 读的说明看清楚 就知道我这张图要讲 什么重点 这张图 那这也是 这些重点呢 各位如果看一下 我旧版的 有多棒画在里面 所以这个 是一样的 就是说一张图要讲 这种重要的事情呢 那 旧版是 他没有 这图的说明没有讲 他文字叙述 我讲的还蛮清楚 所以我把重要的东西 把它再录下来 主要重要的东西 有两点 好吧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张图要讲什么 第一个呢 这张图 我们叫 Linear Scan of Atom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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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电位呢 它是做限制手 从零后开始 往一点零后 直线手 直线手 我们在扫描的过程 电位在做之前两边的过程里面 就量电流 反应零 这叫做Linear Scan of Atomagraph Linear Scan of Atomagraph 电流跟电位的关系 那它少了一点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缺陷 经常 新版的图的说明就有了 就是 它是在一个动态的一个 溶液 所以溶液本身是在动 不是禁止 这个很重要 就是在动 所以它是一个 排阻的NMG 状态下的一个Tarman Ray 那么这个地方呢 条件 这不是一个真的做事件做手 这是一个模拟的 假设这样一个模拟 有个电极是滚膜 有电极 然后呢在溶液里面 有0.1mol kcell 电解主要模拟 然后 反应物是A 假设反应物A 它们的路是0.1mol 不是40mol Central路是没有 你开始觉得反应物A 没有什么模拟 那你要进行的电话 反应是A 它还原成P A 还原成P 还原来 然后动态它没有脚 然后动态它没有脚 旧板 新板应该会脚的 动态 你一直在动 你必须在脚动 好 我们再来做实验 不开出实验的话 你一定想象 这是一个reporter 从0.0到 Fling0.0 从这边开始画 结果你看到 一开始这一段 没有反应 反应电640 代表我们没有反应 这是第一段 没有反应区 然后第二段呢 开始发生 反应反应 这个逆子 看到一个反应电流 而一个反应电流 增加了很快 电位改变的不是很大 电流增加了快 成XYZ 今天作者呢 先标凑了三点 然后他要利用这个图呢 再配合这张图 另外的一个说明 好 我们就知道 第二区 发生电话 也反应 而且发生电流 产生的 增加了很快 这是第二区 第三区 到最高点 移下来 第三区 OK 第三区 那 为什么会有这样 三个区 就是 我们下一张图 要讲的重点 在这张图里面呢 你先知道一下 这三区呢 平下来的 我们叫做 Limiting Current 就是 这个电流呢 打到极限 最高是那么大 在你这个系统的条件下 你的电流最高是那么大 这么大 有一个极限 Limiting Current 为什么会极限 就是为什么会受限制 不再继续增加 会平下来 不再继续增加 那就是因为呢 你的Diffusion 到了这个最高点之后呢 你的Diffusion Rate 就是你的反应物送到电力表面 Diffusion Rate 它达到最快 最快就是那么快 所以它 省了那么多 这个反应物送到电力表面 所以你的电流呢 也就最高是那么大 好 那这个极限电流呢 我们从底线 从你的没有反应物电流 叫做极限 所以两个话呢 叫Limiting Current 它跟我们录成正 所以这个电流很深 可以做电流飞机 另外一个在Limiting Current 一半高的这个电流 二分之一 Limiting Current 所对应的这个电位 叫做Half-Wave Potential 就你的电流 Limiting Current 一半 这个电流 它所对应的这个电位 叫一万Half Half-Wave Potential 那Half-Wave Potential呢 它的意义呢 就相当于是一零子 数字不一样 差了一个参考电子 所以我们都是相对参考电子 所以这边呢 是相对参考电子 这个一万Half 那它本身呢 意义上 跟一零子是一样的 所以不同的飞机 它的一零子不一样 所以它的一万Half也不一样 所以它可以 一万Half的电性来判定 是什么东西 反应物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可以做 定性鉴定用 Limiting Current 可以做定量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可以去做非锡用 可以定性定量 都可以去做 鉴定跟定量的 那另外 今天还有一句话 中央实验 反应物能够几乎没有变 那这一点也有重要 因为它都不会觉得 其实既然发生电话里反应 这个融业是 这个里面飞机 我们都反应完了 所以 不会 为什么 你想做些 十毫升融业 那你的电阶呢 面积很少 当你这样少一遍而已 对不对 从这一点 零过少到复一点以后 两分钟好 少慢一点 那两分钟 可以反应掉的量很少 跟整体融业来讲 可以反应掉的量很少 所以 对于这个做完 这一次实验的做完 去看整个融业的 能够几乎没有变 会少一点点 几乎没有变 那这个是 课本上有提到 很多同学会 会有这样的疑问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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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可以消耗掉 那下面这一方呢 就要去解释吧 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 把这张图讲完 那这张图希望同学如果 拿出精神来啊 虽然你最后五分钟啊 十分钟啊 精神最不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是 翻表上去 这个时候他会睡觉 他提醒你啊 很重要 你需要听懂 听不懂的话 自己看一个 就看不懂吧 好吧 那张图在讲什么 张图呢 他就是要去解释 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反应 为什么开始反应说 这个电脑这家很快 为什么平常 三个区域 知道 三个区 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反应 反应很快 然后平常 三个区 为什么 这样 那要讲到这件事情的话呢 就要看 用这个所谓的 concentration profile 那对这个名称呢 必须要知道 一个图 这个图呢 我们叫做 concentration profile 那下面这两图呢 我们叫concentration profile 浓度的一个分布图 就这是工作电子 然后这个是距离农业 这个电机表面的距离 里面的话 是工作电机表面 这是工作电机表面 然后这个是越来越 那它这个 反应物 A 是反应物 P 是生成 这个是P 生成 所以反应物 这个在路面里面 反应物的浓度分 所以一开始没有反应的 在这个区域呢 没有反应 它整个浓度呢 是均能的 这边是动的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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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静止场 fusion 那么一开始没有反应的区域呢 没有反应 所以整个熔业是浓度的距离 一开始 那一开始呢 生成物没有 然后就是零 所以这是一个浓度 相对于距离 那个浓度的一个分布情况 这边代表 反应物的浓度分布 是代表生成物的分布 一开始反应物 没有反应 整个的熔业 所以 防止融业 跟那个静止融业 静止层 全部都一样 一开始生就没有 所以都是零 这是第一个 那 为什么在这个区域没有反应 为什么在这个区域开始有反应 反应 为什么到这个电位 到哪个电位开始 应该会有反应 谁决定 结局 那这个决定的呢 是这个公式叫Nurse Equation Nurse Equation 我们现在看的是 假设融业A 这个翻译成B 反应A 这个翻译成B 那跟着这样一个反应的话 反应办反应 它的Nurse Equation 应该是1 那于10 减掉0.0.59 生存物的浓度 比上反应物的浓度 比上反应物的浓度 那我们过去学的 都是说融业里面 你的反应物 浓度是多少 生存物浓度多少 所以呢 你的这个半反应的电位是多少 对不对 你们过去觉得Nurse Equation 这样有 对不对 所以融业里面的生存物 反应物生存物 这个浓度 各别是多少 所以呢 那我现在用法不是 我是外加电位 我要外加电位 就是这个电位改变是我们四加电位 我们四加电位 我们四加电位在公共电地上 这个是你的变因 四加在内部 那这个电位四加下去之后呢 我会不会有反应 就要看这个电位加下去之后 根据这个Nurse Equation 关系是一样 但是这里面的浓度呢 指的是 这个工作电机表面 就是 紧贴在工作电机 这工作电机表面在这边 紧贴在工作电机 这个农业 这里面呢 我们说是电机表面 Surface等追求 工电机表面的 你叫生存物的浓度 CP0 反应物的浓度 是 就是说你的工电 你表面上 这个时候的生存物的浓度是多少 反应物浓度 所以这个CP0 反应物浓度 浓度 浓度浓度 在电机表面 溶液跟电机 这个建国 这个能力上 那当然 这个是Nurse Equation 所以我们的用法不一样 十加电位 电力是在这边 电力在这边 然后去看 电位加上去 这个Ratual应该是多少 才能满足这样一个关系的事情 那我在这个区域呢 比较正的 相互来讲 没有那么负 比较正的区域 比EYF要正 这个电位加上去呢 然后 这个关系是要成立的画面 生存物能 很少很少 代表说 我的反应物在这个区域里面加上去呢 可以 反应 你要满足Nurse Equation 所以你的生存物呢 几乎没有 没有 所以它不会反应 不应该有反应 所以生存物能 才不会增加 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 没有 那到了这个接近 EYF在这边 EYF 这个地方有一个 不是EYF E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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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位在这个地方 你要接近EYF的时候 你开始看到 华语电源产生的话 对吧 对吧 你带进去这些电位置 带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个电位带上去 你会 要让这个Nurse Equation 成立的话 就必须要有生存物 必须要有生存物 EYF 所以比如说 你私家电位 这个EYF 这么到了这一点 EYF 不爱这一点点 所以 私家电位 就等于这个EYF 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个公司要成立 在电力表面 这两个浓度比 应该多少 这两个相等 对不对 就减掉了 就是美观 对不对 所以这个Ratio 应该多少 E 不错 用更上 所以当你的电位 改变到这个 特别一点 关键一点 C1F的时候 当你 为了满足 这个Nurse Equation 在电力表面 这两个浓度 必须是相等 也就是说 我到了EYF的时候 电力表面 原来的浓度 是不是这么多的话 看这个是 某一个浓度 到了EYF的时候 Y这一点的时候 电位到了Y这一点的时候 那电力表面 反应物浓度 要降到原来的一半 反应物浓度 要降到原来的一半 代表说 有一半变成是 那电力表面的反应物 保留一半 剩一半 所以 到了Y这一点的时候 反应物浓度 下降到原来的一半 就是电力表面 反应物浓度是一半 而生成物浓度 在这边 是 这一半被反应料 就变成 生成了 产物 也是原来浓度的一半 这样的话 才能满足 这两个反应物浓度 剩下原来的一半 生成物 生成的呢 是 是连反应料 在这边生成 这两个浓度 才会一比一 这样就了解吗 有部分能源点头 都很高兴 我希望没有点头 也是了解 很快来看一下 所以说 为什么今天开始 会有 这个 反应电力生成 然后增加很快 就是因为 到了这个区域的时候 电位在改变 越来越负的时候呢 为了满足 这个NERS equation 就必须要在 第一表面的 必须有反应物 被反应掉 生成生成物 生成物 完全来去反应 所以 生成物度都要增加 反应度都要下降 所以当我的电位 到了X这一点 反应电力有差不多 四分之一的频道 代表说 我这个 在X这一点的时候呢 你的反应物 有四分之一被反应掉 剩下四分之三 你的生成物呢 有四分之一生成 这个能源 就这边是反应掉 这边就生成 这个Ratio呢 差不多是四分之一 比上四分之三 是差不多这一点点 所以当你的电位 到这个X这一点 这个反应电位的时候呢 表面浓度降到X 那到Y的时候 降到一半 到Z的时候呢 是整个反应物 浓度降到0 到最高点 所以到Z的时候呢 在电位表面 你的反应浓度 降到0 那生成物当然到最高 那这个是解释了中间这个增加 那为什么皮下 为什么到Z这一点点 我们知道 在电表面 反应能够降到0 你更负呢 就是Z之后 这个电位 然而有一段 电位越来越负 这一段 这个为什么它的电流 不再增加 因为呢 电表面浓度 到Z的时候 已经降到0 你再负 电表面浓度 仍然是0 已经是0 反应掉了 所以它的这个 浓度不能再下降 那 当你 在这个 开始发生电话越反应 电表面的浓度 从X 降到Y 降到Z 那这个电表面浓度 开始下降以后呢 进制成 外圆的浓度比较高 就开始发生Diffusion 开始发生Diffusion Diffusion 进制的这个快慢 就跟你的 这个浓度差 所以两边的浓度差 比上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的厚度 进程的厚度是固定的 那这个浓度差呢 当你从X到Y到Z 这个浓度差是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 这个 DcDx 我们叫Tontrain Grading 浓度 浓度的这个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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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的鞋 浓度的鞋 鞋 波度 这等于这个 他们3 profile的鞋率 那这个鞋率 那这个鞋率越大了 当你Diffusion Ridge 越快 就越快 那 我们的公式 你先看一下 好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那么这个 X Y Z 那么你的这个 路差呢 就是说 这个鞋率 这个鞋 那这个鞋率呢 就决定你 流到的电流 中间当然有一些细数 这细数什么 我们下一个再讲 就是这个鞋率 最重要的是 这个鞋率呢 决定你的电流大型 那这个鞋率呢 就是你的Diffusion Rate 那这个鞋率呢 如果说 变成一个 数字来讲 比如说 Z 或是Y 就等于 你 原来的 外圆的浓度 整个方式都是浓度CA 剪掉电机表面的浓度 CA NOT 然后处于你的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厚度 等下 这个就相当于是 你的这个鞋率 从这一项 转变成这一项 是把真正的数据带出去 那么 所以呢 到最后 当你在Z的时候 电机表面呢 会降到0 有两块 是Learning Current 它是跟你的能力成正 那这个关系 各位可以先去看一看 我们下去 再很快再介绍一下 好不好 好 等一下 有一个 这个作业也留给他们去 你们这礼拜没有 有没有其中卡 没有吧 没有吧 有没有其中卡 没有吗 其中卡应该下礼拜 这是你们的作业 第二个作业啊 那我会PO这个往上 好不好 那讲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 Learning 那个 糖尿病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讲的 血糖器 血糖器 那么这个血糖器的话呢 那我们一般的 卖力量器材行 你们都有卖 你 我得学问一下 那我们的这本书也介绍了一点 重点是你的 重点是你的 就是血糖器本身是怎么样设计的 它的原理 把它讲清楚 那下面就列的就是 你写这个 资料的时候 一定要列 reference reference 写法有固定的 不能乱写 作者什么名字 都要写清楚 第几版 第几页 都要写清楚 其刊的 其刊的写法 都要写清楚 好 我们说这个 下个礼拜 不是下礼拜 这个礼拜四交 上个礼拜 下礼拜 下礼拜 だ 后来 ce 下礼拜 后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